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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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大家 午安 嗯...根據 主辦單位的 說法今天許醫師請假 由許醫師的 妹妹 代班 好來 幾個 廣告的部分 第一個廣告是 如果這一兩年還沒有 出國的人 那這個廣告 在今年的十一月 今年的十一月 會辦一個杜拜 的旅遊 杜拜的旅遊 九天 由許醫師帶隊 那我們的旅遊裡面 大概最大的特色 這一次的旅遊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是會跟 大陸同學在一起 所以 兩岸的賽斯家族 會有很多的交流的機會 所以這次大陸出團 大陸那邊 預估可能會有 一兩百位 預估一兩百位 大陸就一兩百個了 因為台灣 台灣這邊目前有意願的 好像就已經七十幾了 就將近百人 所以我可能會把他們 把團拆開啦 不然等尿尿 就要等半個小時 麻煩 所以這一次出團 可能會有 搞不好會有三四百人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 包機 把飛機怎樣就包下來 看有沒有辦法包機 對 這次可能會有三四百人 那第一個就是 大陸的這個 我們的賽斯家族 會跟我們一起 那再來就是有兩天 有許醫師會帶的工作坊 會帶的工作坊 那這兩年 希望出國旅遊 那還沒有出國旅遊的人 可以考慮來參加 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 今天是禮拜六嘛 明天 明天中正紀念堂的十點 那歡迎大家再聯絡你們的親友 一樣現場來免費公益講座 明天早上十點 在十點紀念堂 然後再來 我還是要謝謝我們的 賽斯家族 我們的台南的這個 永久家園的計畫 永久家園的計畫 因為當時 我們希望把目前我們台南 租的這個地方 把它買下來 因為房東要把它賣掉 房東要賣掉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一天大晚再搬家 然後就沒有辦法 讓同學有一個 永久 學習的地方 後來 許醫師就想到一個 idea 就是跟隨一個內心的 這個 我們講 建設性的衝動吧 後來許醫師就想說 我們就來找一百個人 每個人如果願意來 贊助我們基金會 贊助我們基金會 那一百個人 那把這筆錢 就把台南分會的 永久會址 把它買下來 那目前 只剩下五十二個了 只剩下五十二個了 等於說再兩三個 就破一半了 就破一半了 那我們特別希望 這個在台南長大 或是在台南念書 或是有親朋好友 住在台南的人 好不好 我們特別希望 跟台南有淵源的人 好 那這裡還是要先講一個故事 那之前許醫師在臉書上面 有講我們有一位 台北的同學 他目前是在 新北市政府裡面工作 那好像他是台南人 他是台南人 後來他就跟我說 他沒有那麼多錢 但是他可以捐他一個月的薪水 一個月的薪水 那他覺得這個 雖然沒有辦法來參與這個 一百個人裡面的一個 那問我捐一個月的薪水 可以嗎 那我當然覺得OK 那但是在這個禮拜 他又來看我 他說 他發現還有五十二個人 他就覺得好像 他又覺得很難過 他又想要再捐 我就跟他講 不要捐了 因為你也沒什麼錢 一個月薪水已經 已經夠了 已經夠了 你等自己再豐盛一點再說吧 所以大家知道 有時候我們基金會 就是要捐款 還要符合某一些條件 否則還不讓你捐 還不讓你捐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希望 同學先以自己的富足為主 好不好 先以自己的富足為主 好 所以我們賽斯新法 賽斯家族 就是希望同學 先把自己的生活 經濟 各方面 健康 都先照顧好 都先照顧好 然後這個行有餘力 我們再來幫助這個世界 OK 因為我知道 像 許醫師有一個個案 那天就來看我 他也是不曉得怎麼樣 就是鬼迷心俏還是怎麼樣 就參加了一個 坊間的一個 心靈成長的團體 那 這個團體 很可惡 就在 許醫師的 中央七階的隔壁 隔壁 就是 新店的中央五階 中央五階 有個什麼叫做 什麼新人類 新心靈的 什麼鬼東西 好 然後這位學員 是跟他先生離婚 跟他先生離婚 所以他跟他的兩個小孩 總共 在這幾年 三四年內 就被騙了 好像多少 那時候我是講幾千萬 來 誰記得 那時候 那時候我是講幾千萬 好像三千多萬 在這三四年內 各位 光是 學費 而且這個團體 他 很惡劣 比如說 假設你 報一期 一年的課程 你只要缺課 就要簽本票 罰錢 比如缺堂課 罰二十萬 就一直簽本票 簽本票 簽本票 就是以 學費的債 來綁住你 就他的兩個小孩子 都欠了 一個欠兩百萬 一個欠千萬 對 欠這個單位 對 就是你 上課如果沒有權勤 就罰你錢 然後講出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冠冕堂皇的理由 對 然後裡面沒有一個老師 是有正式的醫師 或心理師 或社工師 各位沒有 一個都沒有 然後還會把同學配對結婚 所以他的兒子被配對的兩次 結了兩次婚 一次跟一個男同性戀 一次跟一個女同性戀 來 什麼都沒有發生 那個老師用什麼名義 你要跟學習跟別人建立親密關係 你要學習 把心中的愛打開 結果他的兒子去跟人家登記了兩次結婚 登記了兩次結婚 是正式去登記了喔 結了婚 結了兩次 離了兩次婚 一次是跟一個男同性戀 一次是跟一個女同性戀 然後為了還債 小孩子還在那邊上班 他來跟我說 我說這世界怎麼會有這麼惡劣的 身心靈的團體 所以各位 許醫師再強調一遍 再強調一遍 請慎選你所學習的 身心靈團體 甚至宗教團體 我再強調一遍 第一個 會控制你的 要小心 會控制你的 對 來 我問一下各位 來 我們現在是在新北分會 來 許醫師或我們主任有沒有控制你們的 來 你們來或不來 有沒有人理你的 有沒有人理你的 不會有人理你 明白了嗎 好 他們會控制你 然後就跟你產生很強的那種 連結 對 然後利用這種連結 讓你產生罪惡感 然後所以要你參加課程 要你簽本票 要你簽本票 然後 他用什麼話術呢 他就跟他講 那 救你一個孩子 花兩千萬多嗎 挽救你一個婚姻 花你三千萬多嗎 來 各位懂我意思 好 救你全家人 花你兩三千萬多嗎 是啊 來 許醫師有另外一個個案 一樣在美國 洛杉磯 是我們大陸的同學 他的兒子是思覺失調症 後來當地一個一個身心靈團體 就說 沒有問題 你兒子來參加我們的 那個什麼高階課程 他的思覺失調就會好 就那個高階課程 要一百萬美金 現台幣三千一百萬 我說開什麼玩笑 思覺失調症 全世界的精神科醫師 沒有一個敢說 思覺失調症 可以幫你醫好的 這個身心靈團體 就那麼厲害 可以幫你醫好 就得諾貝爾醫學獎就好啦 來 各位明白了沒有 就跟他講一百萬美金 你兒子的病就會好 來 各位 記得 錢不好賺好不好 錢不好賺 你們花起錢來 好像都不要命的樣子 因為很多人 都被這種團體騙了 記得 所有你繳的學費 要有發票 記得 你捐的眉毛錢 都要有收據 明白了嗎 是可以正式跟政府機關 報稅的收據 對 像我剛講那個五階的 那個什麼 新人類 新心靈的 那個什麼 那個 各位 沒有任何的收據 連公司後來人家去查 都倒了 根本就沒有公司 然後輸入很漂亮的一間 門面 然後在那邊 招搖撞騙 招搖撞騙 連公司都沒有 裡面沒有一個正式的心理師 沒有一個正式的醫生 沒有一個正式的社工師 連一個都沒有 那就是兩個 不知道哪邊來的 什麼烏七八糟的老師 各位 連阿嬤阿狗都自稱自己是老師 所以你們記得 連買一本書 都要有發票 明白了嗎 連買一本書都要有發票 每一筆錢都要非常清楚明白 你的每一筆捐款 都要有收據 收據是可以用來抵稅的 那才叫正式收據 各位 懂我意思 用來報稅的 那就是可以 當然抵稅的 那個正式的收據 至少是這個單位是有什麼 是有立案的 它是合法的 各位 所以對不起 絕對不要亂捐款 好不好 絕對不要亂捐款 這是許醫師 一直要跟各位強調的 來 講一個最近發生的新聞 之前台灣不是有一組 這個總統候選人姓郭跟姓賴嗎 就是賴姓的副總統候選人 最近被台北市衛生局罰了三萬塊 開罰還要接下去接受刑事跟民事的調查 因為他自稱是 什麼 心理 諮詢師 在台灣的這個 公開的網頁上 自稱心理諮詢師 但是他拿的是大陸的諮詢師 那當然不是說大陸諮詢師就不對 可是你大陸的諮詢師 目前的法規是不可以在台灣 自稱自己是心理師的 是不可以的 對 那也許未來有很多法規 會重新再修訂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也要跟各位講 不管你這個 尋求什麼樣的 心理治療也好 心靈成長也好 各位 其實那是在保護自己 許醫師跟大家講過 我們在學精神科也好 心理治療也好 當年我們在學的時候 第一個守則是 你幫不了病人沒有關係 你至少不要傷害病人 叫Do no harm Do no harm 對 你幫不了個案沒有關係 你不要用三角貓的功夫 去亂搞 像那個之前 聽說這個 之前台灣不是有一個POP的團體嗎 或是我剛講 這個新店中央新村五階那個團體 他們帶那個心靈成長 就是讓大家圍在教室裡面 圍一圈狗叫一樣 就讓你在地上學狗爬 而用這個課程來告訴你 放下自我跟自尊心 各位你有病喔 你是有病是不是 對 就好像你去羞辱一個人 然後告訴他自尊不重要 各位是這樣嗎 就是把一些是是而非的心理學的理論 亂搞明白嗎 把一些是是而非的心理學理論 亂搞 讓學員這個在地上 像狗一樣爬 然後學狗叫 然後告訴你自己 這個自尊是不重要的 各位在賽斯心法的學習裡面 從來不會剝奪自尊 相反的賽斯說 自我很重要 但是自我要很有彈性 自我要對自己很有自信心 而不是要把自我去掉 把自我剝奪掉 自我要很有彈性 自我要很有自信心 自我要很有能夠自我肯定 所以賽斯心法是藉由先肯定你自己 肯定你的自我信心 再慢慢打開心靈 各位明白嗎 而錯誤的身心靈的學習就是 貶低你的自我 貶低你的自信心 然後說好像內在很偉大 有沒有 老師很偉大 神性佛性很偉大 但是自我怎麼樣 很糟糕 把自我給貶低了 來各位這絕對是錯誤的 這絕對是錯誤的 好 賽斯心法絕對是要你肯定你自己 絕對是要你認可你自己 好 認可自己的優點 認可自己的缺點 認可自己的 表現得很好的地方 認可自己不夠好的地方 對 那藉由肯定你自己 再慢慢打開 通往內心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不好 好 來 再提醒大家一下手機 來 檢查一下誰的手機 好 來 那邊還有位置 好 那我們稍微挪一下 因為你的頭上是鏡頭 這位同學 頭髮好像比我長 對 對 今天頭髮比我長的 可以有什麼優待是 好啦 我們還是要 獻給我們的阿寶同學 阿寶同學 他這個 跟賽斯文化合作了這本書 因為阿寶同學 覺得賽斯心法對他的幫助很大 所以阿寶同學 就跟賽斯文化討論 希望出一本 所謂的一百好信念 一百好信念 那同學等一下可以自己來 看一下這一本書 還有今天好像參加工作坊的 每個人都會送一本 許醫師親筆簽名 所以今天參加工作坊 每個人都會送一本 好 來 我們開始來 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來 還有什麼要宣布的嗎 那你要說什麼 那許醫師叫你慢跑 有啦 有齁 OK 好 好 今天的主題是 什麼 穿越性與愛的潛意識嗎 有這麼熱烈嗎 在哪裡 在這裡了齁 我們今天就要講性了 好 來 來 戰爭 詐騙 天災人禍 來自於人類 靈性上的無知 好 來 前幾天看到這個題目 其實 這是他們特別 我有準備齁 這叫 什麼 開悟棒是吧 就是 打下去 就會 開悟的概念 來 頭可以救我一下嗎 好 這個 不會痛啦齁 好 這個是 裡面是空氣齁 來 所以 前幾天看到這個題目齁 其實 感觸很深 因為現在是2024年的1月6號嘛 今天 然後這個 下禮拜 在7天1月13日 是台灣的總統大選 對不對 好 然後 下禮拜齁 1月13號 是台灣的總統大選 好 那在2024年的一開始 那 當然 人家說 今年 尤其是對日本來講 一開始就是災難 首先是那個 叫 什麼縣 日本的那個 石川縣 就發生了規模7.6的地震 那到今天為止 死亡人數已經超過百人了 死亡人數超過百人 那另外一個就是 日本的那個 乳田機場 飛機對撞 那這個新聞 我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 說實話 有一點慶幸 幸好這輛飛機上面 都是日本人 說實話 要是其他地方的人 我覺得應該 不見得會這麼順利 各位 你知道 因為 日本人是很乖很聽話的 那時候 當空姐 第一個 叫大家 先坐著不要動 聽我把話講完 就是 第一個 脫高跟鞋 第二個 準備往 這個逃生口 第三個 不要帶任何東西 來 光第三點 就本人對 世界其他各大民族的了解 大概有一點小困難 因為你多拿一個行李 可能就會死一個人 你拿一件行李就會死一個人 因為那時候逃生是 分秒必爭的 可是各位 你知道行李裡面有什麼 手提行李裡面有什麼 護照 小提琴 貴重物品 勞力士 手機 所有你的貴重東西 都在你的手提行李 可是那時候 要逃生的時候 是一件 手提行李都不能拿 連護照都不能拿 因為你多拿一個東西 就會死一條人命 來 我問一下 在座同學的數值 你們會忍住不拿嗎 來 回答我 會不會 有點難 等我 等我一次 有點難 來 各位 所以人家就在那邊讚嘆 因為日本人就是很乖很聽話 很乖很聽話 所以空姐第一件事就是說 大家乖乖坐好不准動 第二個 脫高跟鞋 第三個 這個 行李 手提行李 一件都不准拿 一件都不准拿 就是人出去 結果因為這樣子 整輛飛機 一個死亡的人都沒有 那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各位 希望大家以後 不要發生類似的事件 如果萬一碰到了 記得 要能夠捨好不好 能夠捨 所以提到2024 2024 開頭就 那當然之前 大陸也發生地震嘛 大陸在哪裡 甘肅省 甘肅省 所以我一直覺得 從2024開始 我一直覺得 感覺很 詭異啦 因為剛結束COVID-19 剛結束 戴這帽子 真的還蠻熱的 很暖 真的很暖 很暖 從2024 真的有一點 這世界的局勢 有一點 鬼局多變 因為大家有一點 都 嚇到了 就是 到底接下來 會發生什麼 有沒有 尤其是台灣 兩三年來 房價一直在漲 房價一直在漲 到底接下來 這個世界 會不會像 COVID-19一樣 發生了什麼 那我們 應付得了嗎 那怎麼辦 像比如說 大陸的同學 因為許醫師 許醫師二月 會去大陸 然後剛剛 上個月 才從馬來西亞回來 馬來西亞回來 那也許 也許今年 可能會去新加坡 或會 再去馬來西亞 不一定 那有可能是 明年過年 不一定啦 有可能會去加州 因為加州那邊的 美國人 美國人的團體 在邀請 所以也許 明年過年 就不是 針對 華人的 就是針對 美國人 針對老外啦 然後針對老外 就是要把我們 台灣的 賽斯心法 推廣到 美國 鼓掌一下 雖然 賽斯心法 賽斯資料 是發源於 紐約州 但是 目前全世界 學的最好的 運用的 運用的最好的 賽斯心法的 程度最高的 是在 台灣跟 華人地區 來鼓掌一下 後來 那天許醫師 才在那邊 自我感嘆了一下 自我感嘆了一下 這個 當然賽斯書 是由 賽斯 透過 約瑟 透過魯博 然後約瑟把它記錄下來 但許醫師是在 1987年 接觸到賽斯 那 許醫師對賽斯 做的 兩個 最主要的貢獻 第一個是 把賽斯 所有的 英文版 把它 變成 中文版 這個 許醫師在 華人的世界裡面 做了這件事 做這件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我英文不好 所以 光看英文書 體會不夠深 那本來英文書 就 也很難懂啦 那簡單來講 英文不好的 也不要痛苦難過 就算英文很好 很好的 從小在 美國長大的 英文很好的 也看不懂賽斯書 來鼓掌一下 好 那很多人因為 看了中文版的賽斯書 就覺得翻譯得不好 就買英文版的來看 好 各位 毫無懸念 更看不懂 所以看不看懂 賽斯書 跟英文好不好 沒關係 這是給我們很大的安慰 好 尤其是我們英文 沒那麼好的人 這樣理解我的意思 好 那些 美國本土的啦 從小在英語系國家 長大的 翻開英文版的賽斯書 一樣看不懂 各位 好 如果你們有去看 英文版的賽斯書 我告訴大家 賽斯一句話 會三四行 三四行是一句話 搬來搬去 搬來搬去 你還是不知道他講什麼 好 而且賽斯講的英文 有點是古式英文 好 類似有點像那個 薩斯比亞 好 那種英文的概念 它不是現代的 英文的文法 好 它是有點像 古典的英文 好 是很難理解的 各位 你看中文書都很難理解 英文一樣 好 後來 許醫師就 這個 寫術王金慶嘛 剛開始 後來成立賽斯文化 把 全世界 所有的 除了英文版之外 中文是最齊全的 中文是最齊全的 那目前在這個世界上 中文版的賽斯資料 甚至比英文版的齊全了 因為英文開始陸續都斷版 好 比英文版的齊全 來鼓掌一下 好 第二個 許醫師花了二三十年 好 試著把賽斯書 講解到讓大家能夠 理解 第二個把它 日常生活實用化 好 日常生活實用化 好 那這件事情是連 美國跟歐洲 都沒有做到的 好 所以美國 歐洲 沒有做到的 不只是晶片的問題 好 不只是晶片的問題 對 連美國跟歐洲 他們都沒有辦法 把賽斯書 比如說落實在 癌症的治療 跟落實在 比如說慢性病 好 落實在 身心疾病的治療 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 對 好 所以為什麼在美國跟歐洲 好 所有的賽斯的團體跟讀書會 基本上都還是小眾 都還是小眾 來 舉個好笑的笑話 去年的賽斯大會 有一個澳洲的賽斯家族 叫David 他是那個Rick的partner 他 後來也邀請他住在 LA的一個朋友 叫Magerra Magerra Magerra他 好像他父母是俄國血統 所以他的名字是俄文的名字 叫Magerra 俄文發音的 那 那 David就從澳洲飛到台灣來 也帶了一個翻譯 那他的這個朋友 就從洛杉磯飛到台灣來 到賽斯村 那 他們就開始 覺得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 我們可以 有 這麼多人 而且各位很好笑喔 他還有點擔心 我們給他們看 我們想讓他們看的 所以他們自己找翻譯 然後不參加我們的官方活動太多 自己撕下去 民間訪查 他怕我們東西是準備好的 你知道喔 樣板 怕樣板 怕樣板 怕說我們是不是在台灣 畫虎跟蘭花 讓他們覺得我們做得很好 給他看的都是樣板的 各位了解嗎 他可能以前是建立在 對大陸那邊的理解上面 他不知道台灣跟大陸很不一樣 他就私下去跟同學訪談 私下一個一個去問 那慢慢他們才 真的覺得 原來賽斯心法在台灣 真的 獲得大家這麼多的肯定 這麼多的肯定 然後就開始跟我們開會 希望把許醫師 把我們這些賽斯心法 運用在疾病的治療 運用在慢性病的治療 希望可以引進到澳洲 跟美國 各位 要引進到美國跟澳洲 甚至希望有沒有辦法在 加州來蓋醫院 在思考這些概念 所以我們最近可能先會把我們的 心靈驗戰 心靈驗戰 看看有沒有一些做的機會 來 另外那個 Lina老師要不要講一下心靈驗戰 到前面來 順便宣傳一下心靈驗戰的部分 因為他們前天早上 跟那個Magera 開會 Magera開會 對 前天早上跟那個Magera還有那個翻譯 就一起討論 他們很想要 建構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系統 然後慢慢的從基金會也好 志工也好 然後去朝向一個醫療機構 然後他就開始在問我們說 對 笑話也沒講 我剛才要講笑話 後來那個 你等一下接過去 那個David跟Magera就問我 徐氏啊我們在美國 在哪裡啊這種推廣賽斯心法 就常常會被醫學界打壓 那些醫生就那種高高在上 就覺得這什麼鳥東西嘛 然後這個醫學界就一副那種 老大的樣子有沒有 對 你不知道你在台灣 這個推廣這個賽斯心法 有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 我就跟這個 David跟Magera 來 看我看我看我不要看他 就跟那個David跟Magera講 我說有點抱歉 許醫師就是醫學界的人 我本身就是醫學界的人 我本身是正式的醫學界的出身 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 精神科專科醫師 然後又是在台灣 最頂尖的教學醫院 訓練出來的住院醫師 主治醫師跟主任醫師 所以這個醫學界 也很難說什麼吧 很難說什麼 所以在 為什麼在台灣 推廣賽斯心法比較容易 因為台灣的老大 本身就是醫學界的權威 這樣大家明白意思 這是在全世界賽斯心法的推廣上 是絕無僅有的 也是為什麼我們推廣會這麼順利的原因 來 請繼續 好 所以心靈驗戰其實它是 想要用實證研究為出發點 然後去跟學術界對話 所以我們也把這個想法 跟Magera他討論 其實我們是要去跟學術界對話 然後去推展向 走向身心靈醫院 所以不是只有說我們 整個賽斯哲學官 然後去應用 然後沒有資料的 沒有 所以我們心靈驗戰除了 在走一個 像心靈療癒的這條路之外 我們其實還在走學術的 把這些 像去年剛剛結束的 我們做了三期嘛 三期都針對癌症病友 那我們目前有 昨天算了一下有53位 我們服務了53位 癌症病患 那這53位我們把他的數據 他們在心靈驗戰得到了些什麼樣的療癒 把他用科學化的方式 用量化跟直性研究的方式 然後把他彙整 那用賽斯的三大健康定律 去設計課程 用這樣的方式展現一個成果 所以我們預計在農曆年前 會去完成投稿期刊 那我們目前正在做這個 整個資料的彙整 跟最終合合的結論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碩士或博士的研究生 就把這樣的一個 醫療研究計畫 寫成他們的博士或碩士的論文 好 所以我們 就是除了在 應用就是癌症的應用 然後要發表期刊之外 我們明年 今年 今年就是要走慢性病 那慢性病的部分 這次針對的是 所有的慢性病 糖尿病 心臟病 高血壓 或是你有病 但是還沒死掉的 這叫慢性病好不好 慢性病 那天的翻譯叫 Slow to die 好 那 就是開始去測他的 可能他的 具體的研究要怎麼做 還沒有完成了 過年後就是要開辦一個 慢性病的團體 所以是認為是有病的 而且是很慢的 都叫慢性病 那這個慢性病的這個團體 會開始進行研究 然後會跟整個家族的遺傳信念 做連結 那如何去斷掉一個家族遺傳信念的概念 來治療慢性病 我們會應用這個家族排列的一個方法跟技巧 因為很多的慢性病都是跟家族有關係 那跟家族的信念有關 所以這樣的一個家族排列 它已經不是原來的家族排列 是賽斯心法的家族排列 那用賽斯心法的家族排列 如何讓你跟你父母親的恩怨情仇 或累世的業障得以化解 簡單來講化解潛意識的恩怨情仇 那以佛法的角度化解所謂的業障的牽引 那藉此來化解你身上的慢性病 OK 不過那個家族排列要做線上是有困難 我們會調整成家族治療 OK好 對 那就要招生嗎 當然要招生 來 來 所以今年還是會有癌症團體 跟慢性病的團體 那剛剛講 很慢的病但還沒死的 都可以來參加 好不好 那我們謝謝 這個Lina心理師的部分 好來 學師 開始來切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來 我先講事實 來 事實是 賽斯在 靈魂永生這本書 他其實 早就提到了 從公元2000年開始 好 這個世界 所有的 好 第一個 不會有世界大戰 不會有世界大戰 好 賽斯有預言過 我們這個實相 不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好 所以如果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同學 先安一半的心 好不好 但是會有小型的區域性的 衝突 比如說 以色列跟巴德斯坦 比如說 好 俄羅斯跟烏克蘭 好 OK 好 所以 我們這一條 實相的路線 好 不會有第三次 毀滅性的世界大戰 好 所以這個世界不會 世界毀滅 各位 第一個不用擔心 好 第二個 它會有區域性的 小型的 戰爭跟衝突 再來不管是 戰爭 詐騙 天災人禍 各位 四個字 會越來越多 會來越多 好 那賽斯心法所謂的 2075 各位記得嗎 我們賽斯心法一直在講2075 來 賽斯講過在2075真的來臨之前 會有所謂的什麼 大難 好 大難臨頭的大難 從現在到人類的2075 所有的災難 會陸續的發生 來 這件事情 不只是在賽斯書裡面有提到 所有佛法的經典都有提到 好 佛法把它稱為什麼 末法時代 末法時代 在基督教所有的經典 在基督教的 預言裡面 也有提到 他們把它稱為叫 末世 末世 在所有的 宗教的預言裡面 都會提到 在人類 這整個 現狀 它一定會有很多的 多災 多難 各位 會的 那我等一下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 跟它的目的是什麼 好 我先從幾個小的例子 開始談起 來 許醫師門診 有 很多個案 比如說包含 大陸的同學 或台灣的同學 甚至是 新加坡 或馬來西亞的同學 那有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 我這樣 講 同學 試著不要誤解 許醫師的意思 就是 陸續 這麼多年 學賽斯心法的同學們 不一定 一直都是 一帆風順 不一定 都是 一直 一帆風順 甚至 有些同學 也許 學了賽斯心法 十年 八年 後來 人生當中 的確發生了很多 不可預測的 比如說 公司 破產 比如說 夫妻 離婚 比如說 甚至 是 罹患 癌症 各位 不是因為 遇到這些事 才進入賽斯心法 是進入賽斯心法 之後 才 遭遇 我們今天 所謂的這些 事件 各位 那你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那許是這 那為什麼還要接觸 接觸之後 不是就希望一切如意嗎 一切平安順利嗎 那為什麼我接觸的時候 我是好好的 我接觸了 學了兩三年 欸 去診斷 才發現自己 生病了 獲得癌症 那為什麼還要學 來 各位 因為你們沒有聽完 下半段 下半段是 這些同學 後來回來找我 跟我講了一句話 許醫師 幸好有學 否則 我過不了這一關 各位 我最近一直聽到同學 跟我講這一句話 包含之前有個大陸同學 他之前家裡 的公司 股票都準備要上市上櫃了 就現在 負債 好幾億人民幣 他最近跟我說 以前從開著 B&W GT 這個GT就是跑車啦 然後過著貴婦的生活 他現在在從事 勞務工作 來 勞務之道 用體力 來換 收入 好 從早年 一二十年前 就開著 在大陸開著 B&W GT 家裡的公司 準備要 股票 上市上櫃 然後手提著 這個Hermes Hermes 到現在 他告訴我 他在從事 勞務工作 上禮拜 他告訴我 說 許醫師 某個角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學了賽斯之後 命運變這樣 但是當我靜下心來 我在想 幸好 幸好 我學了賽斯心法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全家健康 到目前為止 我們家 雖然 寄住在人家 無常提供的房子裡面 但是至少我們一家 何樂 至少 我沒有上吊自殺 先生沒有服毒自殺 至少我們知道 我們怎麼樣度過 這些難關 至少我們知道 原來過去 從來沒有真的體會到 許醫師說的 什麼叫真正的腳踏實地 原來他現在開始靠勞務工作 開始賺他 買菜錢 他才明白 什麼叫真正的 所謂的腳踏實地 他以前很多東西都是虛的 他包括之前公司要上市上櫃 很多東西都是虛的 包括人生也是虛的 人生也是虛的 他才明白 他跟我說 許醫師 幸好這幾年 真的有接觸 賽斯心法 讓他 有辦法度過 這些難關 來 各位 許醫師 最近不只從一個同學 口中聽到這一句話 我聽到 好多好多同學告訴我 好 如果這幾年沒有學賽斯心法 他也許早就崩潰了 他也許早就陷入憂鬱了 他也許整個家就完蛋了 對 好 包含我們台灣有位同學 他們家開工廠 我不要講誰 各位 好像 像上個月 他的這個 姐夫 在工廠 三樓 換燈泡的時候 掉下來 各位 就死掉了 然後上個月 爸爸在工廠 不知道在維修什麼 跌倒了 骨頭斷掉 開刀 好 那在上上禮拜 工廠一個工作很久的老員工 在工廠工作到一半 心肌梗塞 當場死亡 我就開玩笑 當時要請三公去 你們家工廠這個風水是怎樣啊 餓死一傷啊 一個掉下來疊死的 你爸爸這樣在工廠滑倒 這個 骨骨 骨折 你們家一個老員工 在工廠工作到一半 當場心肌梗塞 歐卡 送到醫院又死掉了 你們家是怎樣 好 結果那個 同學跟我說 許醫師 真的沒有賽斯心法的 支持 家早就瘋了 好 尤其那個先生 在山頭換燈泡掉下來 那個同學 他還跟我說 這個先生 掉下來前一天 晚上就做夢 夢到 來上許醫師的課 來上許醫師的課 他最近做夢 常常夢見 在上許醫師的課 各位 其實在夢裡面跟他上課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啦 對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 但是他說他從夢裡面 得到好多的什麼 安慰 他得到好多的安慰 他得到好多的支持 如果沒有賽斯心法 在支持著他 各位你看一個 媽媽帶著 三四歲的小孩 女兒才三四歲 先生才 比如說四十二歲 太太才四十歲 那這樣 換個燈泡掉下來 就死掉了 對啊 那天看到 那個三四歲的女兒 爸爸等一下下去 回來吃飯了 是啊 對啊 那不只是爸爸掉下來的問題 到底現在保險記號算誰的 算公公婆婆的 還是算 太太的 還是算那個 三四歲的小孩的 是啊 所以這個 同學就跟我說 許醫師 真的 是因為這幾年 學了 賽斯心法 因為他那時候 也正在聽 靈魂永生的永生書 正在聽 他說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真的不知道 怎麼走過 這些過程 好來各位 許醫師開始在點題了 我開始在點題了 是啊 我不會說 這個世界 將來無災無難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有很多的 挑戰在等著我們 很多的挑戰 是啊 很多的挑戰 不管是台灣的社會 或整個國際的社會 都不斷的在 變動當中 各位 簡單來講 誰會知道 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對不對 是啊 加薩走廊那裡 一下子就變這樣子 那昨天好像聯合國 才發布一個 一個公告說 加薩走廊目前已經 不適合人類居住了 轟炸到這個地步啊 是啊 好那 再舉個例子 下禮拜六 就台灣的總統大選 各位也不知道 誰會當選啦 但是你看到每個總統 候選人提出的政見 好 至少每個人從他的角度 都希望台灣更好嗎 是吧 都希望台灣更好 好不管是什麼 社會住宅的路線啦 婦女嬰幼兒的補助啦 不管是學生的學費的補助啦 各方面 開始端牛肉了 端牛肉了 怎麼樣 開始端牛肉了 這個不管是政策買票啦 還是這個政治分章啦 其實也都希望整個社會更好 社會更好 好我再從這個角度 切入今天這個主題 目前的地球 的確有太多 好 內外的挑戰 內外的挑戰 先講個笑話 我上上禮拜 不是從吉隆坡回來嗎 好 我上個月到深圳去 深圳現在路上很多都是電動車 比亞迪最多 再來就是特斯拉 因為深圳很好玩 如果你是買那個電動車有沒有 今天買明天就掛牌 就可以直接開上路了 好如果你買的是那個燃油車 加汽油的 等半年 等一年是吧 各位 今天買要明年才拿得到車 那 那你要買什麼車 電動車嘛 所以它滿路都電動車 滿路都電動車 所以那個景象也很有趣 就是滿路都電動車 但是你感覺不到油煙味 因為大家知道汽油引擎的車子就是 大馬路就很多油煙味嘛 現在電動車沒有 滿路都是車子 但是空氣還不錯 還不錯 後來我就到馬來西亞去 我就問同學 你們馬來西亞怎麼路上都沒什麼電動車 就是看個 看到一百輛才看到一輛 Tesla什麼之類的 那同學就跟我說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產油啊 我們的油比電還便宜啊 我現在想香蕉你個巴拉 他們加油比家電便宜啊 因為馬來西亞產油啊 所以怎麼會發展電動車咧 怎麼會發展電動車 好 所以許醫師在講的是 雖然台灣 官方一直在講經濟很好 可是各位那指的是大企業啊 不見得是一般老百姓啊 但是我也的確看到 在台灣願意 辛苦願意工作的人 其實是沒問題的 比如說餐飲業 北部的餐飲業 現在常常都開四五萬以上 包括鹹酥雞 那時候我就跟 吉隆坡的同學說 有一家鹹酥雞 連鎖的 開新台幣一個月六萬 週休一日 週休一日 對 一個月開六萬 沒有人要去 因為年輕人第一個喜歡自由 第二個都想當youtuber 他不喜歡那種時間被綁死的啦 不喜歡時間被綁死 這樣別有不好 國力創造力嘛 國力創造力 但至少我覺得 很多東西是可以選擇的 好來回到我們今天主題的下半個階段 戰爭 詐騙 尤其是詐騙 各位 連買房子也會被騙 然後去抗議還要被告 你說這什麼 這是什麼寶島嗎 對 OK 所以我甚至都還想我們 按個讚也要被告 按個讚也要被告 來 各位 所以我在想我們 是不是來發起一個 反詐騙遊行 找回人性的善良 對 反一切的詐騙 包括我們父母對我們的詐騙 所以要分財產給我們都沒有分 這也算詐騙 對不對 說保險寫你名下 結果後來遺囑打開都沒有 學媽媽不會 對 學媽媽不會 也不然我會把她的鄰骨塔賣掉 然後把她 把她樹葬 拿回一點補貼 好 OK 好 這世界 這麼多的 衝突也好 詐騙 天災人禍 來 各位 下面那句話 非常重要 來自人類 靈性上的 無知 來 大家跟我唸一遍 來自人類 靈性上的 無知 來 這一句話 非常 非常重要 來 我剛剛講了 政治人物 希望從政治 社會 民生 經濟 來解決大家很多的問題 來 許醫師先 給予一個 開出民意的定義 這些東西 沒有不好 也沒有不對 但是 它是 治標不治本 它是 本末導致 而且是 原木求魚 因為它 通通 一種 向外求的 方式 來 許醫師跟賽斯心法 想提供的是一個 完全 不一樣的 思考 跟解決方向 人類 所有的問題 都是 來自 靈性上的 無知 跟扭曲 來 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 以色列 巴勒斯坦 OK 今天你不管用任何的問題解決 各位 來 你解決給我看 你解決給我看 誰對 誰錯 來 猶太人可不可憐 可憐啊 那幾千年來 終於建立一個國家 叫以色列啊 來 巴勒斯坦人可不可憐 可憐啊 連個國家都沒有啊 各位 巴勒斯坦人很好笑 他們護照沒有國家喔 巴勒斯坦人有護照 但沒有國家 各位 並沒有一個國 叫巴勒斯坦國 因為以色列不准他建國啊 因為以色列自己兩三千年都沒有國家 好不容易自己建立國家 可是我不讓你建國啊 各位懂我意思嗎 對 來 各位 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以色列人兩三千年顛沛流離 沒有國家 建立一個國家叫以色列嘛 可是巴勒斯坦 有巴勒斯坦這個土地 有政府 但是他什麼 沒有 國家 所以並沒有一個國家 巴勒斯坦國 因為以色列不准他們成立國家 對 有同學說跟台灣很像 我不予置評 OK 在這裡我們不討論政治 OK 好 來 各位很有趣喔 來 如果許醫師這樣講 今天 假設 靈性 打開了 來 許醫師說的靈性 是內在的 比如說振動性觸覺 好 其所不欲 物施於人 變成是一種 先天上的感知 假設 靈魂 輪迴轉世的記憶打開了 以色列人的上一輩子 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的上一輩子 是以色列人 那麼今天 我所有對巴勒斯坦人的傷害 今天巴勒斯坦人 所有人對以色列人的傷害 都是對誰的傷害 你還會去傷害別人嗎 來 我現在講一遍齁 賽斯心法或許醫師推廣的 這些身心靈的觀念 是想從根本的不同的角度 解決這個世界 所謂一切的問題 但是這個方向 這個思維 在我們這個世界 並不明顯 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因為心靈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虛無飄渺的東西 心靈本來就是一個 很難去 具體化 理解 量化或操作的東西 它本來就不容易 所以它很容易 變成怪力亂神 它很容易變成一個民眾的盲信 各位明白我在說什麼 對 好 所以我回到剛剛講 比如說一個政治人物 試圖想要用政治的角度 來解決社會問題 比如說一個公衛專家 試圖想從疫苗 來解決傳染病 來 我如果告訴大家 這都是原木求魚呢 如果我告訴大家 這都是本末導致呢 好 就像 舉例來講 一對父母親 就一直給孩子錢 來解決孩子的問題 來 各位 給錢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喔 不然你給我 給錢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啊 可是 到最後一定有用嗎 認的是你的錢 認的不是你啊 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 給錢當然有用 沒有用 你們給我啊 我可以做很多事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啊 他給錢當然有用 但是他絕對不是 終極解決之道 明白了嗎 對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有我們現在 這個世界發生的 天災人禍 跟現在我們在學的 所謂心靈的概念 來 許醫師 是個人認為 那是這個世界 所有問題的 真正的解決之道 我要說的是這句話 我要說的是 因為大家對於 所謂的靈性上的 無知 無知不是我們的錯 無知是因為 我們這個部分 還沒有打開 所以來 我先講現象學 現象學是這個世界 所有的 詐騙也好 天災人禍也好 區域衝突也好 災難也好 對 它會陸續的發生 以便讓人類的自我意識 陷入困境 自我意識陷入茫然 自我意識陷入無力感 各位 天要下雨 娘要改嫁 那怎麼辦 自我意識 開始覺得 恐慌了 焦慮了 不確定了 對未來 沒有安全感 但它對未來的 不確定性 越來越高 當自我意識 來 各位 學校講 第一個是自我意識 第二個是 建立在自我意識的 思維 邏輯 理性 而衍生出來的 解決之道 你們知道 我在說兩個東西 一個是自我意識 一個是建立在自我意識的 邏輯 理性 跟思考 而提出的解決之道 來 比如說 這三組總統參選人的政見 來 各位 可能都有效 但是 你們現在認為 真的 會有效嗎 真的會有效嗎 比如說 最近不是政府在講什麼 囤房稅 囤房稅嗎 好 那 開始有人 就講了 囤房稅OK啊 那你 房東增加囤房稅 就把 囤房稅的錢 墊在什麼 房價啊 所以 房子 租房子的錢 就什麼 漲價啊 反正 囤房稅增加 我就羊毛 輸在羊身上啊 反正原物料增加 土地增加 建商就什麼 就漲價啊 就轉價到消費者身上啊 賺的還是賺啊 來 各位懂我意思嗎 來 各位 問題有沒有解決 來 所以許許開個玩笑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 人心 人心 人心啊 好啦 那 那 解決人心的問題 所有的國中 國小 恢復禮義廉恥 你覺得有用嗎 你是 剛低到什麼程度 你才提出這種政見的啊 你們現在缺的是禮義廉恥嗎 是禮廉恥沒有人性 沒有用嘛 各位懂我意思嗎 你想用外價 外在的道德標準 外在的 框架 來框架人性 有沒有用 各位現在叫你們 每個人尊師重大有沒有用 對上以敬對下以慈 你腦袋壞了喔 這種外在的框架 外在要你乖 要你聽話 要你聽老師 聽父母的話有沒有用 你腦子是 你智商是多低 才會想出這種 這種思維的 像每個國小 國中通通掛上禮義廉恥 就會有用喔 同學就不會起衝突 就不會打每個人都用 割你的喉嚨喔 你腦子是哪裡有動啊 你竟敢提出這種證件 來 各位明白學師的比喻 我沒有針對特別哪一組候選人喔 智商比較低的喔 我沒有針對 好不好 各位 只是說有沒有用的問題 你用膝蓋寫想知道有沒有用 你從小告訴你的孩子 李毅廉恥有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他 沒有 從哪裡 心靈嘛 我講的話 你就聽不進去有什麼用 來 各位知道學師的比喻嗎 所以我們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人心嘛 那人心從哪裡來 從心靈來嘛 所以所有這個世界的根本解決是到 一定是來自心靈嘛 對不對 各位 好 我先講喔 各位 不管各位你高不高興 對不起 賽斯心法是 反對死刑的 賽斯心法是絕對 反對死刑的 因為沒有屁用 贊成死刑的人就是 智商低 不是因為死刑不對 對不對的問題 是因為死刑不能解決問題 明白了嗎 來 所有的壞學生都送進焚化爐啊 你懂我在說什麼嗎 所有壞蛋都槍斃啊 那不是死刑對不對 是他無法解決問題 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不管各位你們高不高興 賽斯心法 是絕對反對實行死刑的 因為他就是 智商低的政見 因為他不能解決問題 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他只是讓你爽而已 懂我意思嗎 讓你對那些做監犯科的人 欸 槍斃 各位 對不起 這是沒有用的 從歷史以來 這絕對沒有用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 所有先進國家 知道死刑沒有用 所以所有先進國家 最重的刑罰是多久 20年 因為一個人被關超過20年 你就等於殺了他算了 你剝奪他脫離社會20年 就不如叫他去死 所以有期出刑最多不會超過20年 因為一個人20年 關了20年就跟社會脫節了 你放他到馬路上面 他就不會走路了 各位 來 我回到善事心法 當你一個人心懷怨恨 你殺了他 他會帶著怨恨再轉世回來 這就是人類的問題所在 你只是把灰塵掃到地毯下面 懂我意思嗎 對啊 來 許醫師在講 我不在講對跟錯 我在講什麼可以解決問題 你把全世界所有壞蛋都殺掉 我告訴你 通過輪迴轉世 他就回來 投胎到你當你的小孩子 這就變業障了 懂我意思嗎 這就變業障了 但是自我意識只看到問題的表象 只想要從表象解決問題 來 各位 這就是問題所在 來 善事心法有什麼特殊之處 就是他不會讓我們只看到問題的表象 他會看到真正的 裡面 來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許醫師在說什麼嗎 好 自我意識 以及自我意識 所想出來的解決的方法 都是停留在表象 他表象沒有對跟錯 最好有用就好了 來 許醫師不是一個講對跟錯的人 就像以前鄧小平講 會抓老鼠 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的是好貓 什麼能真正的解決人類的問題 什麼能夠帶領人類面對未來的社會災難 詐騙 天災人禍 那才是王道 你沒有從心靈根本解決 沒有用 你再怎麼都是 挖東牆 補西牆 來 明白嗎 好 那根本的差異是什麼 根本的差異就是 我們到底是停留在自我的層面 還是開始回到什麼層面 心靈的層面 來 許醫師就講最根本的差異 那 很抱歉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是沒有心靈這個東西的 來 明白許醫師在說什麼嗎 我們的社會是沒有心靈這個東西的 那最近心靈的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神性跟佛性 那神性跟佛性又被宗教化了 他好像他是屬於宗教 而不是屬於每一個個人 來 神性跟佛性跟基督教有什麼關係 神性跟佛性跟佛教有什麼關係 神性跟佛性是誰的神性跟佛性 是你的啊 神性跟佛性跟宗教有什麼關係 跟寺廟跟教堂有什麼關係 神性跟佛性是誰的 是你的啊 怎麼會是別人的呢 怎麼會是別人的呢 他不是啊 所以所謂的靈性是來自誰 每個個體啊 好 所以很簡單 各位 對 對許醫師來講 我們這個世界 未來如果 要有未來 假設各位 你要看到光 看到一個 你覺得能走的方向 對不起 回到心靈 所以我怎麼樣都不想重振 好 我怎麼樣都不想重振 明白了嗎 那條路無法解決問題 那是自我意識的把戲啦 各位 對不起 國家也是自我意識的把戲 軍隊 武器 戰爭 也是自我意識的把戲 這些東西都是自我意識的把戲 好 然後我們再講 好 什麼叫 所謂的 靈性上的無知 來 各位 這句話是賽斯說的喔 不是許醫師說的喔 簡單來講 人類只要開始 回到 靈性上的 學習 成長或打開 來 我先指出大方向 人類回到 靈性上的覺察 學習跟打開 他具有 解決這個世界 所有你 覺得的 所有的問題的 根本 關鍵 來 許醫師舉個例子 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 是所有執政者最大的問題 貧富差距怎麼解決 共產主義 或像 歐洲國家 來 最重的稅 45到55% 課稅 還是像美國的資本主義 或以前 台灣 台灣話有一句話 好給人吃一天 善恰人 吃一天 來 貧富差距怎麼解決 各位 共產制度嗎 劫富 濟貧嗎 廖天丁嗎 各位 沒得解決的 來 我先回到一個基本概念 如果從靈性上的角度解決 賽斯講過 這個世界 如果還有一個人不快樂 就不會 有一個人 真正的快樂 來 各位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這個 不快樂的人會千方百計 讓你也不快樂 這個世界如果還有一個人在痛苦 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快樂 因為這個在痛苦的人會怎麼樣 會羨慕嫉妒恨 怎麼我會這麼痛苦 你這麼快樂 這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想盡辦法 要讓你怎麼樣 不快樂 來 懂了沒有 所以 學校講 靈性的意思是什麼 當我想要 幫助別人 其實我不是要幫助別人 我是要幫助誰 當我豐盛的 我健康了 我快樂了 還是去幫助那些不快樂的 不豐盛的 因為最後那些不快樂 不豐盛的人 會來找我麻煩 因為眾生是什麼 一體 就是我的右手很健康 我的左手很痛 所以我的左手 也會讓我的右手覺得很煩 因為左手 右手都是怎麼樣 都是自己 懂了沒有 來 各位 這是靈性的意思 這就是靈性的意思 來 知道許醫師在說什麼嗎 自我跟靈性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很多人都說 阿學士 我不要學生心靈 我沒有那麼多的大愛 誰跟你講大愛的 我從頭到尾去講小愛啊 小愛是怎麼意思 你想要自己 越來越好嗎 如果你想要的話 當你開始變好的時候 就要開始幫助周遭的人 怎麼樣 一起 變好 來 這樣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這就是一個很心靈的概念 你的左手痛 右手不會在那邊爽啊 喔 你是左手干我屁事啊 因為都是什麼 同一個身體 就全世界所有人類都是什麼 同一個身體 今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是人 你不是人 因為沒有人要把你當什麼 自己人 來 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來 來 我再告訴大家 許醫師的雄心壯志 藉由 推廣賽斯軍法的身心靈概念 藉由打開人類的 靈性的自己 而對這個世界造成 驚天動地的 變化 這就是我的目的 藉由賽斯心法的推廣 打開 大家的 靈性上的 概念跟覺知 最後造成這個世界 造成人類世界 驚天動地的變化 各位 比如說家庭問題 當轉世記憶浮現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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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家裡的 痛苦 糾結 重男 輕女 童年的創傷都會怎麼樣 化解 原來你討厭的不是我 原來是你受到你潛意識的 影響 原來是因為 某部分 障礙住你的 內在的 障礙 變成我們今天這樣的因緣 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我不是用轉世來合理化所有的不公平 不是 你放心 而是透過轉世的觀念 看到所有現在存在的一切 都有它的因緣跟因果 而並不是用這個東西合理化 現在的不公平 明白了嗎 這是不一樣的 還有最重要的 各位 所謂的眾生一體的概念 其背後是非常深的 情感的交流 你終於不再只是個體了 來 許醫師舉個例子 這一次的那個 日本的地震 我看到一段那個 網路上的影片 那個人行道 好像波浪一樣 有沒有看到那個影片 好像裡面有一隻 魚在地底下面跳 那個地是 那個人行道 好像是活的 好像魚在跳 來 各位你知道賽斯怎麼說嗎 賽斯說 本來地就是活的 他不動一下 你還以為他真的是死的 本來土地就是什麼 活的啊 只是人類的心靈 沒有跟他怎麼樣 連結啊 本來人就是把 用自我意識 把自己關在 跟土地的情感連結 各位明白了嗎 所以賽斯心法裡面 有一部分是 如何重新跟土地 取得什麼 情感連結 所以各位以後不要只是 再去你們家附近 拜土地公了 土地公代表的是什麼 人跟天跟地的什麼 情感能量的連結 土地跟你的肉體一樣 都是活的 為什麼你的手指頭 會動 土地不會動呢 為什麼你的手指頭會動 土地不會動呢 當然土地動會很悲慘 因為整個大樓會垮嘛 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那是因為人類不明白 我們跟土地本來就是什麼 連結的 因為人類不明白 所以有一切萬物 本來都是由能量 所組成的啊 因為人類被自己的自我意識 怎麼樣 對 因為人類被自己的自我意識 局限框架做了 所以你所有其他的自己 都被你的自我意識 來 其實舉個不恰當的例子 以前要推翻哪一個朝代 常常用一個理由叫什麼 叫 要推翻齁 哪一個朝代 常常用一個理由叫什麼 來 什麼叫清君策 黃帝 黃帝被所有周遭的蒙蔽了 黃帝被所有周遭的蒙蔽 這個黃帝就是自我 明白了嗎 這個黃帝就是自我的意思 黃帝就是自我的最極致的表現 叫九五之尊 黃帝就是自我的最極致表現 當這個黃帝被周遭的 宦官 外妻 小人 所蒙蔽 他聽不到百姓的聲音 所以清君策就是把黃帝 所有周遭怎麼樣 砍掉 當然這是個藉口 其實是要把黃帝砍掉 所以學識來比喻自我 目前的人類 都被他的自我意識怎麼樣 來 所以學識要講我的企圖 我的企圖是要幫助各位 把你從你的自我 各位 自我跟你是不同的東西喔 自我跟你不一樣喔 你不是自我 但是你的我被自我怎麼樣 把你完全包住了 來 舉個 不恰當的比喻 就像你爸爸媽媽都只聽你小弟的話 你講的話他都不聽啦 打這個比喻啦 你的我跟自我不是同一個東西喔 但是你的我被自我怎麼樣 完全框架住了 所以所謂靈性上的無知 它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聽不到 其他 內在自己的聲音的 你聽不到未知的自己 其他內在心靈的自己 的聲音的 你完全被你的自我怎麼樣 包住了 局限了 框架了 甚至 壟斷了 所以整個賽斯心法是要把各位的我 從自我當中怎麼樣 解放出來 讓這個我可以開始連結到內在的什麼 靈性的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 喜悅跟什麼 神通 明白了嗎 這些東西本來就是屬於我們靈性的 本來就是人類傳承的一部分 本來就是我的一部分啊 是因為我自我怎麼樣 包住了 所以我拿不到我其他自己的這些能力了 這就是賽斯心法跟許醫師接下來 要對這個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各位 也是目前人類 最重要的下一步 而這個東西 其目的就是為了 剛剛講 這個世界接下來所有的一切的挑戰 各位 是啊 好 比如說昨天 前天許醫師有個個案 他們家是養羊的 好 羊奶啦 好 羊肉啦 好 我就跟他講 如果你想要 避免你的農場得到口提議 好 什麼羊溫啦 什麼病啦 好 最重要的 你如何 用 人道的方式跟你的羊 互動 各位懂我意思嗎 如果讓你的羊 可以覺得 快樂 幸福 不是只是把牠當畜生 來 牠後來就跟我說 你知道傳統那些養豬的 尤其是那個母豬 好 要發情 要生的時候 他們是把母豬 關在一個 連轉頭 都無法轉頭的籠子裡面 前面吃 後面生 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 包含之前台灣為什麼會 之前的雞蛋的問題 你知道之前養雞怎麼養 前面吃 後面下蛋 雞連轉身的空間都什麼 沒有 因為這是最有效率的 這是最有效率的 來 以萬物一體的概念 你來當雞 你要不要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以眾生萬物一體的概念 你來當雞 你要不要 來 賽斯說 沒有不能吃雞肉喔 但是你這樣子養雞 雞會不會爽 如果不爽會怎樣 你知道嗎 情流感 懂了嗎 他就全部死給你看 因為死亡就是一個什麼 抗議嘛 你要吃我們的雞蛋 要吃我們的雞肉 要吃我們的肯德基 你還這麼囂張 連讓我轉身都沒有 前面吃 後面下雞蛋 你把我當什麼 來 各位 就好像 你結婚了 你婆家人就把你當 當生小孩的工具 來 你覺得對嗎 這樣 懂我在說什麼 來 萬物有沒有意識 來 各位 養寵物的 寵物有沒有脾氣 有啊 對啊 寵物當然有脾氣啊 對啊 像我就常修理 我們家那兩隻小鳥啊 那我太太就說 你常修理牠 牠就不靠近你 我說對啊 我的目的 就是要牠不要靠近我 對 對啊 而且小鸚鵡最記仇了 最記仇了 對 最記仇了 是啊 各位 好 所以你 在發展再好的疫苗 有沒有用 你沒有回到什麼 心靈 所以許醫師跟牠們講 你要讓你家的羊 越來越旺盛 你除了要讓 你的羊生產 羊乳 羊肉 你有沒有讓你們家的羊 覺得 我在這裡 很開心 好 我的空間 我的衛生 就OK的 好 然後擠羊奶的時候 還會放莫扎特的音樂 或讓 放許醫師的冥想 喔 然後就一邊擠羊奶 對啊 我天天只會看到一部片 不知道什麼片 因為牠擠牛奶的時候 在牛的耳朵放音樂 結果那一組就得了冠軍 真的 忘記哪一部片 就隨便 電視隨便翻 就是參加一個 擠牛奶比賽 好 後來那個 比賽的那個姊姊 她的妹妹 就拿一個那個 那個 walkman 在牛的旁邊 放音樂給牛聽 那一組就得到冠軍啦 因為牛就會覺得 喔 你擠我的牛奶 起碼還有放音樂給我聽啊 你們祖母也比較爽你知道嗎 我不是只有冷給你吃 我還有音樂可以聽 懂得意思嗎 這是一個對動物意識的什麼 尊重 所以今天人類不是說 不應該吃牛 是你對所有這些動物們 有沒有一定的什麼 尊重 跟人道 跟人道 然後萬物才能共生 共融 來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人類的什麼 靈性的什麼 無知 那是因為什麼人類都用 自我意識 來 懂我在說什麼嗎 對 是啊 就像學師舉個例子來講 OK 你要愛情 你要幸福 你要的是感覺 感受 還是條件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你的愛情 你的婚姻 你的愛情 你的婚姻 你要的是感覺 幸福快樂 還是什麼 條件 來 我再回到剛剛講 人類到現在兩三千年 人類被自我意識怎麼樣 框架了 好 所以各位 我們在賽斯心法的學習裡面 就是 開始要意識到一件事 我不要再讓我 被我的自我意識怎麼樣 來 這個框架 就是今天的主題 靈性上的無知 就是今天的主題叫 靈性上的無知 因為 整個我被自我意識 牢牢的 限制了 控制了 就像比如說 賽斯心法講的療癒 對 你得了癌症 去開刀 做化療 做放療 做標榜 沒有問題 可是 你有沒有找到 這個人內心的痛苦 你有沒有找到 他內心的壓力 你有沒有找到 他內在的 委屈 或負能量 你沒有去找這些東西 你只在依他的身體 有什麼屁用 所以賽斯說什麼 一個最好的換心手術 怎麼樣 就不回一個沒有心 要活下去的人 最好的換心手術 就不回一個沒有心 要活下去的人 所以我們的醫學界 也是充滿了什麼 靈性上的無知 我們的科學也是一樣 各位 我們的科學也是一樣 就像賽斯 學士在講 太空旅行 來 我上次跟大家講過 比如說伊隆馬斯克 當然他兩大貢獻 一個是電動車特斯拉 一個是他 想發展SpaceX 發展太空船 讓人類有機會移民到火星拉 移民到 其他地方去 當然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可是各位你知道 賽斯講過什麼嗎 真正的太空旅行 不是在時間當中穿越空間 真正的太空旅行是用意識 再把時空怎麼樣 撕開 真正的太空旅行是穿梭 時間 而且穿透空間 來 各位 穿透空間跟穿越空間也不一樣 穿越空間是從這裡到這裡 這叫穿越空間 穿透空間是什麼 從這裡進到多重的另外一度空間 那才是真正的太空旅行 因為整個時空本來就是什麼 幻象 整個物質實相本來就是針對 自我設計出來的虛擬實相 所以現在人類就是要突破他的自我 他就能突破整個由物質實相 所建立的虛擬幻象 懂了嗎 來 先給自己鼓掌一下 好 說實話 我今天來要講這個題目 我還會很擔心 是聽了有啊 聽了沒有啦 許醫師在這邊講到 是聽了有啊 聽了沒有 因為這東西 不容易懂 這東西不容易懂 但是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未來 各位 這東西不容易懂 來 給自己鼓掌 這東西不容易懂 你們甚至一輩子都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你去跟外面的 人家 什麼東西 邪教 小心邪教 邪你媽的頭啊 邪教 你才在那邊邪教 各位 這東西不容易懂 明白嗎 他不容易懂的 對 但是他是人類 所有 許醫師講 所有一切的問題 你們所想到的什麼能源的問題 什麼空氣污染的問題 什麼探權的問題 什麼居住正義的問題 是啊 來 許醫師開個玩笑 那些總統候選人提的 所有的政見 我不會說沒有用 但是 其實 以靈性的角度來講 跟沒有用 也差不了太遠了 因為他沒有從根本解決問題 來 根本要從哪裡 心靈 來 就像賽斯講的 來 那你們認為是什麼東西發起了核子戰爭 是什麼東西造成的核子戰爭 難道不是意念嗎 來 是不是 難道是核子武器自己爆炸 自己生產喔 來 是什麼東西造成核子戰爭 還不是意念 來 懂我意思嗎 來 造成核子戰爭的就是什麼 靈性上的無知啊 不是嗎 我以為消滅了敵人 就沒事了 這不就是靈性上的無知嗎 來 懂我的意思齁 各位 賽斯說你不會知道的 所有你認為你消滅的敵人 通通會透過輪迴轉世 重新回來找你麻煩 你豬喔 你白癡喔 懂我意思嗎 所有你認為你消滅的敵人 每個都會透過輪迴 重新回來找你 這樣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嗎 所有你認為你消滅的每一個敵人 不管用核子飛彈也好 用子彈也好 用死刑也好 各位 如果他不是來自內心的真正的悔改 真正的反省 真正的成長 你消滅的任何一個敵人 都會回來找你 成為你的鄰居 成為你的小孩 成為你的朋友 各位懂我在說什麼嗎 這個人類自我意識的局限 靈性上的無知 真的是最大的問題 好 但是這東西不是一天兩天的 好不好 各位 來 音樂時間差不多了齁 許醫師 要再次勉勵大家 這個世界只會有越來越多的天災人禍 好好的學習 打開你們每個人被自我綁架的 你的本體 你的愛 智慧 慈悲 創造力 喜悅跟神通 好 不只是對你們每一個人 有重大的意義 對整個人類的世界 來 許醫師要這樣講 我們也這樣扮演一個重大的意義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好 那等一下我們參加工作坊的齁 參加工作坊的 等一下許醫師會幫各位簽書 好 謝謝大家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